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冰 说到牛杂应该没有朋友们不喜欢吃吧 广州的牛杂可以说遍布大街小巷 不过在攀鱼就这么一家与众不同的牛杂店 不仅出品地道而且价格实惠 作为一个老吃货怎么能错过这家店呢 来到中村这边从A2出口出 在出查处这里看到一群大叔 看样子像是进场找工作的 坐了一千多万的装车过来 本以为会有很多粉丝接我的 结果一出来看到连个载客的都没有 又不知道来到什么山卡拉的地方我顶呀 连辆共享单车都没有的 直接飞滴过去了 幸好前面有很多共享单车 见到希望 骑上我新来的小摩托 到哪里都不会堵塞 不加快我的小摩托 骑了一会车终于到了 朋友们记得这个路口啊 从这里拐进去就是了 来到这里的时候呢都快一点钟了 就是这一家老师号 农村牛杂 据说都已经开了有36年了 都过了饭点都快一点钟了 还有那么多的人 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 在大门口这里就有一部推车 摆着牛杂等各种食材 站在旁边能闻到真正的香味啊 牛杂的味道特别的浓郁 在巷子的不远处 迟迟就能闻到了 这里的牛杂任挑任选 老板娘呢也挺爽快的 一般都会根据顾客的要求给你捡 看起来像一个家庭式的作方 这个是他们家的家目标 老广味牛杂锅 从30块钱到70块钱不等 我就要了一份40块钱的 这可以自己随便点 不用牛肺啦 其他都帮我剪点 多点牛肠和牛羹啦 配菜放什么 配菜有什么可以选的 放些腐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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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呢 练藕啦 还有海带啦 放些腐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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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配菜是固定搭配的 还是另外加的 随机 随机 哦 随机 老师你这里做了多久啊 做了三十多年 三十几年了 老字号来的哦 这里 可以这么说 我都是朋友介绍过来的 剪了一会 终于剪好了 四十块钱 有牛肠 有配菜 满满的一锅 真的有点吓到我了 淋上酱汁 撒上葱花 就上桌了 配上他们家的各种酱料 番茄酱和蒜蓉辣椒酱呢 是必不可少的 最后再拿上一罐玻璃瓶装的冰镇可乐 快乐肥仔水啊 永远的神 进来的时候 差不多呢 都没有位置了 还好 还剩两三张桌子 聊天之余 得知来这里吃的 很多都是老顾客 牛杂锅上桌之后呢 会有阿姨给你加热 就这样 一锅热气腾腾的牛杂 就等着开吃了 真正的香气扑鼻而来啊 真的太香了 我就不喜欢吃牛肺 除了牛肺 基本每个牛杂的部位 老板都捡给我了 四十块钱 满满的一大锅 这真的是我没有想到的 上面撒了很多葱花调味 大概让他们个几分钟呢 就可以开吃了 牛杂本来炖的火候 都已经很好了 朋友们看一下这个牛腩 可以说火候十足啊 还有牛肠处理得非常干净 里面都是有肠油的 嚼起来非常的香 还有牛肚处理得很干净 吃起来呢 也很入味 这些牛杂 事先都是用药材炖煮过的 你们看一下这个牛筋 吃起来圆糯弹牙的 而且非常的入味 在广州 我已经吃过不少的牛杂了 四十块钱满满一大锅 这种分量 这种出品 真的让我觉得太惊喜了 牛杂包必须要配杂腐竹 吃饱汤之后味道一级的棒啊 朋友们看一下这个分量 要知道我点三十块钱就已经足够了 这个分量足够两个人吃 一个人吃完绝对是撑了 除非食量超级大那种 一边炖煮着一边吃 特别的有吃味 在市区里面的摊档牛杂呢 就很少有这种做法的 各种牛杂 加上调料之后味道真的很棒 相比商业旺区 二三十块钱的一份牛杂 这里的出品和分量 可以说是真的非常良心了 像莲藕这次配菜 吃起来也非常的新鲜爽口 吃完的客人离开又有客人过来 没想到对面的朋友跟我点的是同款 吃到一半的时候 味道会更加的浓郁 连这些海带吃起来都是有牛杂味的 味道实在太棒了 最后一个人硬撑着 把一整锅牛杂给干完了 又是完美的一顿啊 喜欢吃牛杂的朋友 真的值得过来试一下 好了我是大兵 咱们下期见